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拉雄 据媒体记忆期最近一个多月来 俄军每天在战场上的伤亡都是1000家 乌克兰6月21日的最新统计 俄军总伤亡人数达到了53.1万 当然,我们可以说乌克兰提供的数字是在夸大 可是现实情况又告诉我们 这个夸大的数字不会太大 大体符合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来看证据 近期俄罗斯各地政府纷纷重金招募更多 愿意上乌克兰前线打仗的合同兵 各州的合同兵人数成了考核地方长官政绩的主要折标 国防部每年都会给各地下达必须完成的配额 放眼全国发钱最多的是圣米德堡 110.5万卢布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一度超过了他 其领导人杰姆列佐夫决定 把奖金一次性的上调12倍 从10万卢布变成了130万卢布 圣米德堡市市长别格洛夫起干落后 宣布从6月1日起把奖励也上调至130万卢布 当然不能只靠地方政府掏腰包 当地企业也得出钱 合同兵上前见钱 其劳务关系会绑定到不同的企业 后者会给40.5万卢布 沃斯科开出的奖励是60.5万卢布 虽未上调但合同兵人数一直大幅增长 按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数据2023年是2.2万人 今年头五个月便达到了4.5万人 政府的杀手锏是承诺提供优良的制服 精良的武器进入精锐部队服役 总结起来 有四点 第一 俄罗斯各地方行政官员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征兵 这无疑说明俄罗斯已经变相的进入了全国总动员 第二 俄罗斯各地政府并不充裕需要企业补助 毫无疑问也将对经济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普通民众的生活将更加艰难 第三 2023年 莫斯科全年才2.2万人 2024年前五个月就达到了4.5万人 可见战场上伤亡之巨 大家应该还记得 俄军之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是不热衷征召圣彼得堡 莫斯科等大城市的男子的 主要还是在偏远的边疆区找耗彩 现如今莫斯科圣彼得堡都热火朝天的去征兵了 可见伤亡之巨 也可见其人已经顾不得了 已经孤注一掷 第四 还是莫斯科的征兵数据 作为俄罗斯最富裕的地区 还有这么多人为了钱去打仗 乌军俘虏的俄士兵 也间接证明这点 所谓的富裕到底是啥熊样 在深层次的讲 也印证了那句千古不破的真理 当你深入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时 你会发现 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所爱的 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难 6月19日 因为损失惨重 俄罗斯军队从哈尔克布地区的 赫里伯克和卢吉扬奇撤退了 在断尼茨克州 乌军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装备 乌军炮兵击中了一门俄军榴弹炮 还有其牵引车 造成了连环爆炸 俄军在恰索菲亚尔和哈尔科夫沃夫 查斯克方向久攻不下 又试图在卢干斯克方向发动新的进攻 不过结果估计还是一样 我不知道俄军还能撑多久 但是我知道俄罗斯必败 因为严重缺人 俄军先是从太平洋舰队 海军陆战队调集人员 然后又从芬兰边境调集人员 到乌克兰送死 根据芬兰情报部门通过卫京图像对比 证实了俄罗斯靠近芬兰边境的军事基地中 80%的军队已经被派往了乌克兰 微镜图像显示 俄罗斯靠近芬兰的军事基地 已经空无一人 俄罗斯很清楚 芬兰已经加入了北约 打芬兰是不可能的 芬兰也不会主动的进攻自己 因此在和芬兰的边境没有必要驻兵 要调兵对乌克兰 一定要拿下乌克兰 否则国内的火药桶就要爆炸了 对战争的不满会爆发 对于俄罗斯来说 必须不断的进攻 获取新的领土 才能给国内饿肚子的民众交代 一旦俄罗斯的攻击势头停止了 国内对战争的怒火就会爆发出来 到时候一定会发生各种暴力事件 到时候的俄罗斯只怕遍地都是暴力事件 社会治安会恶化到极点 除了人快打霉了 武器装备也是一样 在战场上竟然出现了T-54坦克 这可是1947年就开始投产了中型坦克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留给俄罗斯的时间不多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虎晶最近一边频繁地释放和谈的信号 一边又拿扔煤气罐来威胁援武夺家 他自己知道现在的形势是什么样子 昨天我视频提到了一个俄军在战场上对几方受伤同伴补枪的视频 许多人留言指出我不严谨 认为是受伤者要求同伴补枪的 没什么可指责的 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受伤同伴要求补枪 同伴没有靠近伤者做任何的救助 不检查伤情就毫不犹豫地站在几米外补枪 这难道是正常的战友之情吗 除了一些变态的电影画面 哪个国家军队在战场上会对受伤的同伴补枪 不客气地说 受仇恨教育和极端自私自利思想的影响 我们之中许多人失去了基本的人性 把野蛮和兽性当成了正常现象 而且还理智气壮地为一些灭绝人性的行为辩护 我只是觉得特别的悲哀 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评论不客观 可以上网看看全球媒体对此事的评价 其实跟我的评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 为何这么多人认为 俄军枪杀受伤同伴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对 原始受伤者似乎自己要求同伴补枪 据俄罗斯官方通报和媒体最新报道 俄罗斯南部达基斯坦共和国6月23日 发生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数座教堂和警察哨所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 造成至少15名警察和数名平民死亡 首府马哈齐卡拉市 以及杰尔宾特市的两座东正教教堂 一座犹太教堂 一处警察哨所遭到恐怖袭击 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袭击导致的杰尔宾特犹太教堂大火 已被完全破灭 从监控视频拍摄到的画面看 多数袭击者没有蒙面 疑似穆斯林恐怖分子 俄方称有6名武装分子被击毙 执法人员将继续搜捕 直到抓获所有恐袭参与者 6月23日 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SK的俄罗斯分支机构 在袭击发生后发表声明 称赞他们来自高加索的兄弟 展示了他们的能力 今年3月22日 在莫斯科近郊发生的一月厅恐袭案 也是伊斯兰国所为 俄罗斯大规模的恐怖事件频发 显示俄罗斯将大部分的精力 投入俄乌战场 导致国内安全失控 这就是践踏国际准则 不自量力 以武力对外扩张领土带来的恶果 无论如何 对任何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我都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俄国防部6月23日称 乌军当天向克里米亚半岛 在瓦斯托贝尔发射了 5枚装有极数弹药的战术导弹 俄军拦截了其中的4枚 另一枚导弹被拦截后 偏离了其飞行路径 并在人群密集的海滩上空引爆 导致4人死亡 151人受伤 绝大多数的伤者并无生命危险 6月23日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 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的极筑弹药 落在了塞瓦斯托贝尔北部 乌丘耶夫卡公园海滩附近 导弹在高空发生爆炸 导致较多的平民伤网 俄国防部声称 塞瓦斯托贝尔的平民伤网 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 因为战术导弹是美国提供的远程打击工具 俄罗斯多位军事博主批评当局 没有及时的发出预警 并且提供足够的防空避难设施 疏散海滩上的平民 我昨天提到俄军6月22日发射的一枚导弹 击中哈尔科夫移动公寓 到6月23日晚 现场清理完毕 遇难者人数上升到8人 6月23日 距离乌克兰苏美北部边境近百公里的俄罗斯境内 库尔斯克一个大型的救火库被乌军摧毁 目前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禁止乌军 用他们援助的导弹打击俄境内的目标 而原乌火箭炮和火炮的最大射程均不足70公里 从地理距离和受袭击的视频来看 很可能是乌空军发射滑翔炸弹 袭击了这处俄军弹药库 而非美国原乌的导弹 最近包括美国战争研究所和许多欧美知名媒体 都在批评美国英国法国 禁止使用原乌导弹袭击俄境内的军政表 认为这个规定极大的 祝福了乌军的手脚 特别是不能有效摧毁对乌军威胁最大的 俄境内军用机场和交通枢纽 多位乌高层匿名官员 接受欧美媒体采访时 也有同样的抱怨 简体中文网络上的亲乌自媒体 对西方阵营这种胆小怕事的作风 有许多尖锐的抨击 西方阵营对乌军员一直采取了这种 切香尝试的方式推进 包括最初指原乌单兵反坦克 防空导弹 后来原乌坦克装甲车 火炮和少量的苏式防空导弹 再后来原乌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 反辐射导弹 反舰导弹 原乌巡航导弹 陆军战术导弹 陆射小直径炸弹 先是一律禁止使用原武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 后同意乌军可以使用原武武器打击 靠近乌边境的俄境内空中和陆葬的军事目标 我理解西方阵营这种切香尝试的军援策略 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拥有大规模的核武器 并且俄军也确实拥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可以分分钟消灭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效果 不能逼得狗鸡跳墙 让俄乌战争失控 乌克兰本身是一个非常腐败 一盘散沙的国家 而且原本亲俄势力也非常强大 改变这样的国家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就决定了俄乌战争对各方最好的策略 是温水煮青蛙 慢火炖大鹅 持续给俄罗斯放血 同时降低其孤注一掷 动用核武的可能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主要的观点 许多清乌人士认为西方政客都是蠢货 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不但缺乏高瞻远瞩的国际观 而且情报落后 信息闭塞 根本不了解俄罗斯核武器都是非同烂铁 又目光短浅胆小发誓 只有自己才拥有诸葛亮那样的雄才大略 对此 该说的我之前都说过了 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非正义发生施辱不一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体们 请随意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观看